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大家吉祥 法师说到加持 佛菩萨的加持力量 那肯定这是非常大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谈一谈 拿摩第三世多结腔佛 加持众生的一些事迹呢 好的 拿摩第三世多结腔佛 在这个世界度身的过程中 一直以来都是义务为大众服务 传法说法 时时敏念众生 处处饶益有情 随眼修法加持 私以无畏 救苦救难 随处可见拿摩第三世多结腔佛的圣机展现 这类的圣机公案实在太多太多了 不胜媒体 道之不尽 我现在就来说个公案吧 好 有一位唐小宇曾在成都军区汽车连当过汽车兵 当时是一个如法的修行人 1993年他要进西藏运送物资 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 他到南某第三世多结腔佛处求加持 他说佛多师爷 我要开车进西藏 川藏一带的山路危险得很 不好开我怕有灾难 求佛多师爷加持一下 小宇说完就跪上拳气 当时呢 南某强火正在作话 不经意地笑着追他说 不要你的命就是了 其他的小事都不在乎的嘛 南某强火为他摸顶加持 小宇礼拜谢恩后就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 小宇所在的汽车连队出发了 他们要将水泥运送到西藏与印度交界处的高山哨所 走到德姆拉雪山的茶宇第一弹 三四十分陀峭 道路曲折得下人 有一小段支日行的路 路面已经塌陷 有人便搭上两根木头 上面盖槽铺泥 表面上看起来跟普通路面是一样的 实际上是空心的 根本无法承受几十辆军车的重量 而下面就是一百八十多米深的深谷 谷底旁边就是汹涌的压乳战布江 小宇和他的助手赵麒麟同驾一辆车 他们的车刚移上木头路面 只听咔嚓一声 木头断了 汽车一下子就翻转坠落 打着跟斗往咸来下滚落下去 唐小宇拼命大喊 佛头师爷快救我啊 又喊赵麒麟 快抱住我 自所一把抱住小宇的腰 两个人随着车翻滚 这时候小宇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拖住了他 像躺在棉花上一样 轻飘飘地一直漏到谷底 碰得一声 两个人同时弹出车外 车门引擎轮胎都已经飞了 车子全部解体 车身摔得粉碎 就剩下一个已经不成型的驾驶室外壳 而且离江边不到两米 只要再缓一个滚 就掉进江里面了 再说山来一上面 连队长见到这个情景 哭了起来 紧急吹号停车 全体脱帽 为两位牺牲的战友莫哀 掉下184米深的悬崖 不用想都知道 没有人能够佛命的 连长立刻打电话通知团部 为他们两人设立灵堂 又派了十多个士兵绑上绳索 从悬崖上面放下去 捡尸骨碎块 连长还下了命令 尽量多捡一些尸骨 好拿回来拼错 半个多小时后 士兵们到了谷底 在江边看到了 面目全灰 支里破碎的车体 但是找不到人 后来突然看到 有一个人在那里动 再定睛一看 只见小语他们两人 靠在汽车残骸边的石头上 士兵们吓得三吻不见气破 只往后退 还以为看到了两个鬼魂 结果他们是好端端的 小语说 放心不要怕 我们还活着 车掉癌了 而且是掉了184米深的癌 车子全部稀巴烂 只有人跟轮胎没有摔烂 你说这好吓人 小语和住手两个人上到路面后 连长要他们进医院去检查 大家都在想 这两个人侥幸暂时没有摔死 但内脏肯定有问题 没有谁会相信 从184米高的癌上 摔下去的人会完好无损 连气都都摔碎了 何况血弱之躯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医院检查结果 除了腿部有点医青外 两个人竟然一切都正常 几天后 小语所在影的指导员到了他家里 详细讲述这次翻车的事件 他说 唐小语他们是穿脏运输线 几十年来第一次 在茶椅翻车否则的人 从184米高的弦崖摔下去 汽车完全解体 连钢铁都摔成碎片了 人却豪华未伤 黯然无恙 奇迹啊 这太神奇 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哪里知道 这都是南某第三次 多杰枪火加持的结果 从燕王爷手中抢回他人的性命 能够有如此微神之力 除了我的佛陀恩师 我还没有听说过有第二者 那法师您说的这件事情 就是一是个奇迹 然后也是一个奇闻 就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了 但是它又是现实生活当中 就是活生生的事实嘛 那这也可以说是南某枪佛 他的佛法盛量的展现是这样子吗 是的 我拜南某枪火为师后 我有幸亲见耳闻 无数的佛法真实不虚的境界 这些佛法不可思议的圣机与见证 佛生生地摆在那里 很说明问题 耐人寻味 让我们见到了伟道佛法的原汁原味 真正见识到了佛陀的圣量 佛法的加持力量 实在不是我们凡不能想象的 我就再来讲个真实的公案吧 1996年有一天 为了上拍照的原因 南某枪火的一辆汽车 要拓发动机号码 因为发动机号码弄下来 才能办拍照 结果来巴马的地址 李德河他们 怎么拓也拓不下来 所以李德河便向南某枪火报告说 我们要将车子开到车关所去 他们有专门的机器 可以透发动机号码 南某枪火一听到他说 汽车要开出门 马上打断他的话 对他说 德河你赶快出去 喊小语他们 不要把车子开走了 快快快快 德河说咋的 南某枪火说 你快点 你还什么咋的 你快跑出去 听到南某枪火这么着急 德河急忙跑出大门 正好看到 唐小语 汤平江和小月 他们三个人 已经坐上车 车子刚刚取动走了 德河大声呼喊 等到 但是因为街上太吵闹 他们没有听见德河的喊声 德河跑了几步 追不上车子 眼睁睁看着他们 右转弯 把车子开走了 德河回来 向南某枪火报告说 我追不上 我看到他们把车开走了 但是他们听不到我的喊声 南某枪火说 糟糕完蛋了 我的车爆灰了 德河说 有什么事 我能做什么 南某枪火说 完了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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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糊涂 不光是车 还包括人 德河说 现在怎么办呢 南某枪火说 有什么办法呢 等着听惨的消息吧 南某枪火 不说一句话 立刻做了一些加持 过了大概十多分钟 旁边的电话 突然响起来了 打电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探平江打来的 探平江用惊恐到极点的声音 站着着 向南某枪火报告说 我们出大事了 哎呀 好惨啊 南某枪火说 到底怎么了 你镇定下来 你镇定 他平江说 我们出事了 我们的车子 被一辆大卡车撞到后 将一辆三轮车 撞到锅里去了 我们的车子后半部 都没有了 也不知道死了几个人 满地满锅都是穴 但是撞我们的大卡车 逃跑了 小雨然而一辆汽车去追了 救火都似乎赶快加持 南某枪火接完电话后 马上修法加持了他们 又过了约半个小时 探平江再度来电话 向南某枪火扁报说 被撞的是一对夫妻 全部重伤 丈夫的脚被撞断了 头部流血不止 刚才一直昏迷不行 连呼吸都几乎没有了 现在有一点气 救护车证准备 送他们去医院抢救 这时南某枪火对德河说 众生就是这么可怜 我们只能尽力去帮助他们 愿他们能平安 后来虽然他们的腿骨 肋骨都断了 内脏也受到重伤 但总算奇迹班底生还了 这件真实不虚的圣基公案 从开始挡车 直到发生事情 李德河当时就在南某枪火的面前 他都没有离开过南某枪火 南某枪火连座位都没有离开 佛法的伟大真是不可思议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南某枪火就已经知道结果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 南某枪火在数十公里之外 做了加持 不但汤小鱼、汤平江和小叶 他们三个人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重伤垂死的那对夫妻 也脱离了生命危险 从火了下来 南某枪火悲悯众生的伟大胸怀 以及救度众生的无比威力 真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述 南某枪火的无上绝境和佛法圣量 哪里是我们反复众生能知晓的呢 一句话 众生真是渺小的可人 南某枪火的大悲菩提 无私利他 真是太至高伟大了 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刚才听法师跟我们分享的 这些公案和事迹 我都入神了 我在上一节听你说 多结枪佛加持众生的事迹的时候 我记得小宇嘛 那他称佛陀师父是叫师爷 我没有听错吧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唐小宇他们全家都学佛 都是拜南某第三世多杰 抢我为师 全家学佛 那当时他是年纪比较年轻 他父亲称南某抢我为佛陀师父 那他就称佛陀师爷 就师爷了 好那就证明我没有听错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全家 因为他父亲也拜佛陀师父为师父 所以他的父亲称佛陀师父 了解了 那法师我就想问一下 那众生如果遭到罪业果报 或是病痛灾难 那都是因为因果的关系吗 那他们如果求佛力加持 希望能够免掉这些苦跟灾的时候 那这是不是有违背因果的这个嫌疑 在里面呢 那法师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道理因果关系呢 你这个提问很好 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紧急的电话 内容倒都是求南某第三世多杰抢我救命 当然没有一个例外的 经过南某枪火的加持 生命垂毁的都能转为为安 所以在我们的眼里 南某第三世多杰抢我 实在是一切众生苦难的急救中心 南某第三世多杰抢我 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及时对大家说法 说观离因果不灭 众生必须通过修行来转换推移因果的道理 南某第三世多杰抢我教导我们说 光靠加持是没有用的 尽管加持能够起到离因时的遮止业障的作用 但是如果不修行 终究还是要偿王果报的 我就以前面所说到的唐小雨来举例 他穷南某枪火加持 结果他和同伴掉落184米高的悬崖 豪华无损 这是多么大的加持 但是你知道吗 十几年后他竟然被逮捕 判刑坐牢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后来不仅不修行 而且换界做坏事 欺骗佛陀变成了恶人 还触犯了法律 那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个时候他的父母也为他求加持 南某枪火也同样加持了他 但唐小雨还是没有逃脱被判刑的果报 所以这就是因果的道理 种了什么样的因 就会结什么样的果 我再说另外一个公案 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一天一位居士 阎光东 德比恩来快要死了 同人都开始放大了 七天七夜 只有吃了几汤匙的米汤 已经是晚期到了最后一刻 眼看只有几个小时的寿命了 原居士家属 万般无奈之下 求救于南某第三次多杰枪火 南某第三次多杰枪火 去到现场的时间 阎光东想给活头师傅合掌 手都抬不起来了 想动都动不了 眼睛半天才睁开 南某枪火告诉他 这是因果的呈现 没有办法 你活起来那是很困难的了 但是你造的二月你知道吗 当时他点头都点不了 没有那个力道了 南某枪火就只能喊他 用眼睛睁开和不睁来表示 南某枪火说 你知道你就把眼睛闭上 他听了以后就慢慢闭上了眼睛 那个时候他躺在地上 根本就不行了 那某枪火一直为他说法 并给他一颗长寿丸 那某枪火说 你至少吃了这颗长寿丸 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 那里的佛国是最幸福的 他的脸开始慢慢微笑起来 非常的高兴 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心有过爱了 他感觉到他幸福了 他的佛陀师傅来跟他保障了 他感觉到他已经解脱了 所以他高兴得很 他准备要走了 但往往这个障碍一放开 他好了 他什么都好了 他得到了真正的相应加持了 他的癌症是鼻恩癌造成喉癌 整个火管都烂了 都烂了一个大洞 都没有那头弱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位本来就要弃绝身亡的人 在听南某枪火说法 吃了长寿丸之后 就这样好起来了 当晚神志清醒了 竟然不出半个月 癌症的病况消失 整个人完全好了 好到什么程度呢 后来他练武功当教练 教人习武术 好到这个程度 但是唯一就是讲不清楚话 因为那头弱没有了 他们前家非常感恩南某第三世多杰枪火 而南某第三世多杰枪火却说 不修行是没有用的 他还是要死的 果不其然五年后 虽然癌症已完全消失 但他又偷偷换戒 而且瞒着南某第三世多杰枪火 他之前因癌症晚期 口腔窥烂而造成讲话不清楚 有一天他就突发奇想 每一个众生的因果有一条规律 就是注定要死的 人生来就是要死的 从来没有听过 人生来可以生死自由 因为无死无名的业力 这个货业造就众生 就是一个善恶果报 急剧之体 所以这是必然要死的 但是既然因果注定他要死 那为什么还有佛法要让他生死自由 要让他成就解脱 这不就跟因果违背了吗 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修行的关系 这个修行就是依照到佛陀的教界去做 那做好了以后 难道因果就改了吗 因果没有改 因果造成在那里 那佛力加持了以后 因果就改了吗 因果的罪业造成在那里摆着 因为佛菩萨加持的力量很强大 这个佛法的加持力量撕下来 暂时遮止业障 使因果的罪业无畏显报而推到以后 所以加持能弃苦免灾 但这是暂时遮挡而不是消灭 众生还得靠自己真正的修行 来转换推移因果 自己修行而得证菩提 成了佛菩萨以后 还得要去长夜环报 但那是不同的 佛菩萨长晚是没有痛苦的 我们不能指望佛力加持 把我们的业力全部消除 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修行 要利益众生 符合于佛法 不修行是没有用的 不修行自己骗自己 因果报应同样要回来的 一样跑不掉 所以说修行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的佛陀恩师南某第三世多杰昌我说 若能行依了一佛子 解脱大所应 则为最上殊胜延起 行之所惯 障业尽少 修行很重要 修好行是一切成就的基础 修法要能生用 也必须依于修行 而修行真正的 还是要一余 遥一佛子 以解脱大所应 去行持 这才是最上殊胜 最好的法汉行修 修好行自然 也就能得到加持了 原来中间 有没有违背因果关系 他的修行 是这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的 也非常感谢法师 今天的分享 如果我们的听众 关于在加持这一方面 或是因果关系 还有一些可能 针对你自己个人情况的问题 因为法师是在常住 在洛杉矶的宝塔寺 如果和宝塔寺联系的话 大家可以记下 他的电话号码 626-339-1899 626-339-1899 我们的节目是 借信金说真谛 如果想获得这部经书的 可以和圣基斯联络 圣基斯的电话号码是 626-797-1590 626-797-1590 今天再次谢谢 我们的特别来宾 相隔窥知法师 谢谢法师的分享 谢谢 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 拿摩第三世多节枪佛说法 借信金说真谛节目 敬请留意 想进一步了解 这本佛书的听众 请与圣基斯联络 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 请不吝点赞